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祭 一同姊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 活祭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再次的相见 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了 最近在几次的节目时间 我们都在讨论同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 从咒诅到祝福 从咒诅到祝福 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探讨 这个主题 记得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就讲到了 咒诅和祝福 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而且最基本的原因 也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听从神的话 就可以得到福气 那么相反的呢 咒诅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 这是非常简单 而且明确的 我再说一遍 得福的基本原因 是听从神的话 而相反 咒诅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 那不过在基本的原因之上 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从生命纪的27章 15节到26节 这段经文当中啊 列举了四种招致咒诅的原因 第一是拜偶像 假神和行邪术 第二是听慢了父母 第三是不合法 或者是不自然的一些性行为 第四是对软弱无助的人不公平 特别是堕胎啊 是最明显的例子了 必然招来神的咒诅的 今天我要从圣经当中 跟你再讲到 有关咒诅的几个特别的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耶利米书的17章 第5节到第6节 这个地方讲到一个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原因 是足以招来咒诅的 耶利米书的17章5到6节 圣经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依靠人血肉的棒背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疗 因他逼向沙漠的渡松 不见夫勒来到 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简地 哎呀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 沙漠渡松的图画呀 正是典型的咒诅了 得福气的人 凡事兴旺成功 但是他的反面呢 受咒诅的人呢 这好像是沙漠的渡松一样的 什么好处都没有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因为依靠人 就是因为依靠人而已 要记得我们是人 因此呢 凡事依靠自己 依靠人 血肉的宝贝 自己的能力 聪明 才干 学问之类的人呢 内心必然是离弃神的 这就是带来咒诅 祸害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啊 甚至许多教会都失去了他们的福气 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啊 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这个 丰富 他们对神有信心 又得到属灵的能力去胜过罪恶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可是到了后来 却回到人的道德 组织 教育 聪明 才智 等等这些方面去了 但虽然这些事物本身并没有错啊 可是当人信靠和医众 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人 或者说 这一间教会 就在神的咒诅之下了 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也讲到了同样的一个真理 那我们看看 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三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定时这价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事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既是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体来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问题的本质了 开始的时候啊 是在圣灵和神的恩典和能力之中 然后又回到依靠自己肉体的力量上去了 就好像是在道德啦 教育啦 聪明啦 经济等等各方面之上 如果我们再往下读的话 就会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那儿了 多次的讲到咒诅和祝福 那么换句话说 以自己的努力去守律法 行善 获取神的义 只会带来咒诅 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 或者说教会组织和宗派啊 今天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啊 他们之所以受到咒诅 是因为他们在靠自己 但是他们仍然不晓得问题之所在啊 好 让我们再回到旧约圣经 看看祝福和咒诅的真理 我们看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先知看见一个非行书卷的意象 那是讲到咒诅的 那这里讲到有两方面的咒诅 一是关于偷窃 一是关于其假事的 先知在意象当中啊 看见这书卷呢 进到了行这样事的人的家里头 毁坏他们的房屋 这是咒诅所带来的现象 是破坏毁灭 但是招来咒诅的原因呢 是偷窃和其假事 然后到马拉基书 先知又讲到另外一个招来咒诅的原因 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十四节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行鬼诈的 在群中有公羊 他许愿 却用有残职的献给主 这人是可咒诅的 因为我是大郡王 我的名在外邦中 是可谓的 这是万卷之耶和华说的 好了 这个地方讲到咒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你答应为神做某一件事 或者是给神某些东西 但是你却收回你的承诺了 对神吝啬 就会带来咒诅的 那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对神吝啬 当我看见有人在奉献金钱的时候吝啬 我就会替他们难过 因为他们这样做 会引起神的咒诅的 要记得 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恩惠 要是我们存这样的心去奉献的话 那就作罢算了 也就是说你干脆别奉献了 我们看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八到九节吧 先知是这样说的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仅夺取我的贡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那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万俊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窗户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出可容 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对比了 咒诅的原因是因为对神吝啬 而得福的原因呢 是因为慷慨 乐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拦住 我们自己得到神的福气呢 为什么神愿意把福气赐给我们 而我们竟然对他吝啬 不能够宽宏慷慨呢 我们来看看一个代表神的人所发的咒诅 他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 当以色列人攻陷了耶利哥城之后啊 也就是说打下了耶利哥城之后 约书亚他这样说 当时约书亚教中人启示说 有兴起重修 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立根基的时候 逼上长子 按门的时候 逼上幼子 那到了后来五百年之后啊 以色列人当中 有个名叫伯特利人西伊勒的 重建耶利哥 结果正好经历到约书亚所讲的咒诅 这件事记载在列王纪上的十六章三十四节 那圣基是这样记载说的 亚哈在位的时候 有波德里人西伊勒 重修耶利哥城 立根基的时候 上了长子亚比兰 安门的时候 上了幼子雅各 正如耶和华 借论的儿子 约书亚所说的 那这个西伊勒呢 正做了约书亚发咒诅的事了 他重建耶利哥城 结果就赔上了两个儿子的性命 五百年前所说的话 结果就落在这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了 你能够想象一下 医生怎么分析他们的死因吗 他们会发现什么呢 他们能够明白五百年前 神借着他仆人所说的话吗 那今天 我们所遭遇的一些难处 会不会同样有过去的原因在里头呢 那最后关于咒诅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当耶稣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之下 要找果子吃的时候 因为他找不着 于是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耶稣只是对树说话呀 可能你会感觉的很不正常 但是后来事情果然应验了 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早晨 他们从哪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他并没有把手放在树上 也没有拿斧头去砍树 但是借着神的灵 他的话就充满了能力 二十四小时之内呀 这些这些话呀 就使无花果树完全的枯干了 这是咒诅和祝福的能力 是从灵界的能力发出的 形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多事物的原因 当然了 这是许多人所不明白的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题目 不过会特别讲到怎么样摆脱 或者说脱离咒诅 进入神的祝福当中的 我希望你一定要留意收听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